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习近平主席访美时间的临近 美国一些政要商界代表 智库专家等 纷纷对习近平主席到访表示高度关注 对此访成果充满期待 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电话时表示 美方为即将迎接习近平主席进行国事访问感到振奋 美方团队正同中方一道 加紧各方面准备工作 美方有信心有能力 确保这次访问富有建设性和积极意义 能够在当前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时刻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在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西雅图 西雅图商会主席道顿为迎接习近平访问 专门成立了一个筹备委员会 为当地企业提供与中方交流互动的机会 新雅图所在的华盛顿州 所有联邦参众议员联名写信 欢迎习主席访问该州 媒体认为 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 在行程安排上有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政经结合 22号和23号 习近平将来西雅图 参加工商企业界的活动 与会者包括中美30位商界领袖 中方随访的15名企业家 包括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核心人物 李彦宏 马云 马化腾 美方的15名参会代表也是不同翻角 包括微软 苹果 亚马逊 迪斯尼 百事 星巴克等企业 他们的企业负责人 也将和习近平面对面交流 而在习近平正式访美之前 中美两国企业合作的各种大单 也在加快签署 涵盖飞机制造 高铁等领域 在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 美国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 激起国际舆论圈一片一论 报道称 美国与中国正磋商历史上 首部网络军控协议 过去数周内 美中两国官员 已就网络安全问题 进行秘密谈判 并取得重大进展 网络军控协议基本内容 使双方承诺在和平时期 不首先对另一方的重要基础设施 如发电站 银行系统 手机网络和医院等 发动网络攻击 不过中美官方 目前都没有对此报道 做出回应 好的 新闻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员吴雪兰 以及台北的嘉宾 张有华先生 随着习近平访美的临近 中美两国企业间的大单 也正在加快地签署 那么与以往不同的是 在装备制造领域 这次不光有飞机的买卖 还有高铁 那么吴女士 您认为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 现在已经进行到了 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应该说中美现在的经贸合作 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阶段 去年双边贸易额是 5551亿美元 而且刚才你也关注到了 就是中美的贸易的对象 或者说内容也发生了变化 以前中国是一个制造业的大国 我们就是中国制造 但现在这个制 要换成智力的制 更多的偏高科技的一些东西 中国已经开始向美国出口 你刚才提到的高铁 其实对我们中国来说 就非常有意义 因为尽管美国是一个经济 非常发达的国家 但是它在高铁方面 一直是持很慎重的态度 所以美国的高铁发展 是要低于一些亚洲和欧洲国家水平的 这次加州方面 对于中国的高铁 展现出非常浓厚的一个兴趣 基本上已经约定就是中美要在加州 来修一条高铁 那么如果中国拿下了美国高铁市场 也就意味着未来中国高铁走出去 会更加顺利 走得更远 毕竟美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度 那么美国用了中国高铁 就会有更多的国家跟进 这次习近平访美的一大特点 就是政经结合 22号和23号 他将在西雅图参加工商企业界的活动 会见包括比尔盖茨 库克 巴菲特等美国企业界的领军人物 24号和25号将赶赴华盛顿 参加国事活动 会见政界人士 那么请教一下张先生 这个政经结合有着什么样的深意 从政商结合 我们必须看 美国对于中国的市场 已经是越来越重视 至少像谷歌 至少像亚马逊 还有一般所谓的电子商务 还有像巴菲特 他的股市 那更重要的像比尔盖茨 还有库克 这些他们都希望去经营中国大陆的市场 因为这个商机 是比全球的其他市场还要来得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政经结合 你只能够说是美中关系利益 是更加紧密 这一次美国政商人物 为什么慎重其事地 看待习近平主席去访问美国 这说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大陆的市场是不可轻忽的 观察随习近平出访的中国企业家名单 我们发现 他们涵盖了互联网 金融 汽车等领域 那么吴女士 您觉得这份名单当中 透露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跟过去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认为 首先透露出的一个信息 你刚才提到了互联网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一个很主动的态度 那么中美之间 现在在网络问题上 那是存在一定的分析 那么外界有不少的答应 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几大巨头 全带到美国去 双方可以更好的坐下来 进行一个交流 进行一个沟通 增信事宜 这种情况下 中方比较主动的希望能够管控中美之间的一个矛盾 还有就是你包括汽车和金融企业 以前他们在中美贸易当中的都不是亮点 而是那些传统一些的领域 比如说中国制造业 他们是占一个重要的位置 现在更多的新兴的行业 进入了习主席的随访的名单 就让我们感觉到 中国在这些新兴领域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就 另外我们注意到 由美国媒体称 中美或将签署网络均控协议 但这个消息尚未得到两国官方回应 吴女士 您觉得这个消息的可信度有多高 首先从这个名称来看 我觉得它不可信 因为一说到军控 中国就没有网军 我们没有网络军队 所以军控肯定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但是其实说到主要的内容 我也关注到了 它其实有一些内容就是说 双方不对一些很基础性的设施 进行一个网络攻击 你比如说银行 医院 还有大家的手机系统 如果说要做到这一点 我觉得很有可能 因为在习主席访问之前 孟建柱同志 他是作为习主席的特使 已经和美国方面 就网络安全已经展开了很详实 很深入的一些讨论 大家也达成了高度的共识 现在这个网络黑客 不仅仅是美国遇到的一个困难 也不仅仅是中国遇到的 而是全球各个国家 都遇到的这个困难 所以中美两个大国 如果说能够在网络安全方面 达成高度共识 并且推出一些新的 网络安全方面的规则 对于全球来管理互联网 都是有很好的建设性意义的 那么类似的协议如果签订的话 离真正可实施操作 还有多远呢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签一份这样的协议 但是说实话 协议签了 可能未来我们还会遇到 网络袭击的问题 因为现在本来就是在很多 我们遇到的 让我们头痛的网络问题 我们知道不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干的 而是什么人干的 是恐怖分子干的 那么即使有这样的一份协议 你也没有办法去来束缚恐怖分子 你没有办法来对它形成一个足够的监控 所以协议可能还是一纸协议 那么恐怖分子和那些 不从属于任何机构的黑客 他们的行为 我们是很难对他们进行一个约束的 因此离真正的能够管控好网络的安全 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好的 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点评 我们稍后再做请教